大家好,我是四季萌芽 今天要介绍的是木叶石二小强中最能吃的一位 无论到哪都数片不离手的秋道丁刺 丁刺有三个特点 胖、能吃、实力强 强调力源显而易见 一看他的天真浪漫的吃相就是个单纯的孩子 不过这似乎很难和强者联系在一起 但事实上丁刺的实力被许多观众低估了 不夸张地说 接着到第四次人家大战结束 除去主角班和已故的丁刺 单论战斗力,丁刺应该是十二小强中最强的 不会弱于极限开刀六门的小礼 丁刺作为木叶的陶克斯人组之一 从小就和名人的关系不错 大概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相比名人中爱拉面 他更喜欢薯片和烤肉这种高热量食物 不过不要以为他只是单纯的好吃 其实只有和他的家族秘术有关 秋道一组是木叶最古老的家族之一 祖创备化之术的市场条件 就要有足够多的脂肪 同时还可以通过密钥燃烧脂肪 在短时间内获得爆发性的力量 此外,秋道一组还有另一个隐藏秘术 蝶化 之所以说隐藏秘术 是因为秋道一组数百年来无人能掌握 最多依靠药物短暂进入蝶化状态 但之后必死无疑 而后期的丁刺是组内第一个能够自由蝶化的人 进入蝶化状态的丁刺有多强 他的招牌台词是最好的诠释 我比刚才强了一百倍 丁刺和鹿王井野 组成了木野的传奇组合猪鹿蝶 不过不要看体型就以为丁刺是猪 其实井野才是猪 丁刺是蝶 这恐怕也是因为他的蝶化秘术 在前期中文考试阶段 丁刺的表现并不突出 基本是一个活跃气氛的搞笑角色 中文考试第二场遇上一人三人组时 丁刺还显得有些胆小缺战 不过在对方抽出他的技语肥猪后 立刻燃起了斗志 这是猪鹿蝶组合在举中的第一次出手 鹿王作为智商最高的角色 丁刺还能用性转身之术控制关键目标 而丁刺则是主攻手 备花术加肉囊战车的人体术攻防兼备 三人出手立刻全面压制了鹰人 但那时他们还是连B级任务都没执行过的下人 缺乏和忍者生死相搏的经验 看到敌人对被井野复生的同伴出手 他们一下就乱了阵脚 幸好丁刺几时赶到 佐助也从咒印中复苏 赶跑了鹰人 第三场考试的预选赛中 丁刺再次对上了鹰人的托斯 托斯是当中实力较强的一个 可以通过右臂的装置发出声波攻击 虽然丁刺的肉乱张车威力不俗 但太过笨重 加之看不清方向 基本是打不中人的 后期配合鹿王的影子溜溜球牵引才算完整 此时使出被对手轻易避开 还撞到了墙 虽然丁刺把耳朵埋进身体 以此抵挡声波认数 但可惜即便捂住耳朵 声音还可以通过骨骼闯播 丁刺落败 没能进入中文考试的正赛 不过这种程度的挫折 他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带来双份豪华套餐 第三场考试的正赛中 丁刺坐在观众席上 吃着薯片看着比赛 突然就中了豆豆幻术 出现条丁刺现在对幻术一窍不通 等他一觉醒来 村子已经天翻地覆 三代火影竟然都战死了 想起小时候在火影爷爷面前淘气的场景 丁刺只能要挤在葬礼上 献上一柱白花 这次中文考试由于大石王的入侵而中断 不过陆丸凭借优秀的表现 领导力和责任感 破格成为了唯一晋升中人的人 猪鹿蝶小队又一次迎来了烤肉大餐的庆祝 但此时木月村已经不太平了 大石王的心腹因人森重潜入村子 向左柱发出邀请 刚刚见过幻的左柱复仇心切 为了尽快获得力量 跟着他们离开村子投奔大石王 于是陆丸接到成为中人后的第一个任务 追击左柱 新上任的五代火影刚手 叼不出更多人手 只能让陆丸自己去集结优秀的人选 不过刚手向他推进了名人 陆丸找到名人后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丁刺 此时丁刺的实力还没被大家认可 即使是和他从小玩到大的名人 都以为他只是个单纯的吃货 一扑地问 不是说要找优秀的人吗 那应该找智奶他们吧 只有陆丸心里清楚 丁刺的权力有多恐怖 用他的话来说 那个家伙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强 智奶此时在村外执行任务 小李愿和乌尔多的战斗负伤 最后陆丸作为队长 和名人丁刺 宁刺 牙组成的五人小队 由于阴忍斯人众 对左柱进行封印 耗费了一些时间 加上帮路遭遇了木野的玄奸雷同 两名特别上人 不得不进入中英二状态硬敌 耗费大量查克拉后 又原地恢复了一段时间 所以陆丸他们很快追了上来 由于大蛇王急取左柱 阴忍时间紧迫 于是留下次郎房阻挡他们 其他人继续赶路 次郎房刚刚才和上人交手 现在面对一群中下人 他显得很狂妄 陆丸小队一开始也的确落入下风 好不容易突破土牢 又被敌人夸张的忍术 和怪物般的力量击退 这是丁刺讲的出来 这家伙由我来对付 你们先走吧 众人纷纷侧目 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最后陆丸沉默了 丁丁再次冲过来 丁刺取出家族秘质的三色药丸 吃下第一颗蓝色法链丸挡在大家面前 敌人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冲锋被拦下了 这个少年的力量竟然不亚于自己 若完没有再犹豫 一定要追上来丁刺 丁刺服下的是以燃烧脂肪为代价 获得爆发性力量的禁药 但药效越强 副作用越大 如果吃下最后一颗红色药丸 会死 力量暴增的丁刺 以及过肩摔将敌人摔出 接着把苦物长落在自己身上 使出了加强版的肉挡真战车 三郎房不得不进入骤影状态 徒手挡住肉挡张车 把丁刺打趴 并嘲笑他是废物 被抛弃的肥猪 你的白痴队长舍弃了你 的确因为胖和内向 丁刺时常被身边人有意无意地取笑 名人和牙侵蚀他的实力 连师父阿斯玛和同伴景也都担心他太弱 但他绝不是被抛弃 用来拖延敌人的气子 因为录完 他最好的朋友 一直充分相信着他 相信我真的很强 所以才把你这家伙交给我一个人了 绝境中 丁刺吃下了第二颗黄色药丸 此时正在追击的名人等人 担心丁刺的安危 他们都觉得丁刺势力太弱 根本毫无胜算 诺王却说 我了解他 一切我和丁刺 甚至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还要强 诺王在树上刻下了标记 那家伙一定会打倒敌人 追上我们的 名人等人也受到鼓舞 在树上留下了加油的话语 吃下黄色药丸的丁刺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实力化的查克拉 常用在他身上 就像妖狐外衣一样 连续使出部分背话之术 压制对手后 接着一招从天而降的 超背话之术 将敌人和大片森林碾碎 但对手的底牌还没用完 被压在身下的磁刀房 进入了昼音二状态 当手将巨大花的丁刺举起 一击就把他轰飞 此时丁刺的药效已过 剧烈的疼痛让他动弹不得 磁刀房肆无忌惮地嘲笑着他 并抢走了他的最后一口薯片 死吧 被同伴抛弃的可怜的肥猪 抢走他的最后一口食物 取消他的肥猪 这些都是丁刺的禁忌 但相比之下 最不可饶恕的 是他侮辱一直相信着自己的朋友 丁刺决绝地吃下最后一颗红色咬丸 这意味着自杀 但我的回应最好的朋友的信任 运的那句一定要追上来 接着是拼上性命 也要打败这个敌人 丁刀房看见了蝴蝶 就不是幻觉 查克拉临结成巨大双翼 在丁刺身后展开 轻描淡写地挡下敌人的全力一击后 丁刺说 没用的 现在的我比刚才强了一百倍 终于二状态的刺乱房 在叠化丁刺面前不堪一击 丁刺将实体化的查克拉集中在左手 这一拳比生命更沉重 击杀敌人后 丁刺步履蹒跚地 朝着陆王离开的方向走去 他已经快死了 但他仍然想要追上朋友 即将失去意识前 他看到那颗被陆王刻下标记的树 快点赶来啊 大家在等着你 丁刺再也忍不住泪水 不止录完 他也有了很多朋友 这一幕非常感人 不管隔多久 再看都会热泪盈眶 其实从剧情上来说 幻影里本该有很多场面 更加伤情 但这里的节奏 氛围 BGM 是营造的最好的一处 这一战也是丁刺的高光时刻 丁刺并没有死去 最好的医疗忍者刚手救了他 用奈良家的秘床药材调除除解药 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个实习的丁刺 实力应该是12小匠中的前三 要知道打败了因人森重的人 只有丁刺和宁刺 相比宁刺的苦战 丁刺虽然也拼上了性命 但谍化后 却是彻底秒杀对手的 到了疾风状中 丁刺成为了中人 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原本的诸如蝶地石斑被拆散 各自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人者 而木叶又面临新的威胁 小组织出现在火之国境内 接到报信后 刚手派出20只小队 展开大范围搜索 堵上木叶的威信 也不能让小逃出境内 刚手下达了 如果无法活捉 就就地正法的指令 不过他显然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就20只小队的战力分散开来 没有一只是飞断角都二人的对手 尽管是最强的阿斯玛小队遇上了敌人 但由于对对方的能力一无所知 阿斯玛失手战死 丁刺把自己换在后山 用修行掩盖悲伤 等罗王找到他的时候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要行动了吧 多年培养的默契 不须言语就能了解彼此 他们要为阿斯玛老师报仇 诸鹿蝶再次忌解 而卡卡西组成了新的第十班 与飞断角都的一战是鹿王的专场 丁刺只是打了个酱油 后来佩恩入侵木叶时 丁刺父子曾与卡卡西共同对战天道 尽管他们之间打出了完美的配合 但由于修罗道的挡刀 最后功亏一篑 为了把战斗中获得重要情报传递出去 丁刺在卡卡西的神威掩护下逃走 这个情报成为了后来打败天道的关键 即神罗天真有5秒的使用间隔 此时丁刺的实力看起来和第一步差不多 主要还是依靠背话术和肉朗战车 丁刺的真正的蜕变是在第四次人界大战 在这场漫长的战役中 阿斯玛被敌人的绘图转身之处复活 而他的对手正是自己的学生朱鲁蝶 都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阿斯玛身上 所以阿斯玛虽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但还有自主意识 一边战斗还一边告诉他们自己的弱点 在尽可能的放水后 主力也很快占据上风 但丁刺却始终无法对阿斯玛老师出手 因为他太善良了 这是他的优点 此刻却成为了弱点 善良本该成为保护同伴的力量 但在丁刺的身上却成了逃避战斗的胆小 阿斯玛知道他必须要改变 最后在所有人的鼓励下 经过大段回忆的强化 丁刺终于肯直面自己的强大 不再心思手软 就像突然解开内心的风影一样 最大的蝴蝶翅膀突然在丁刺身后展开 一如当年他与刺狼房的死斗 但这次他没有借助药物 而是靠自己的意志进入了谍化状态 原本和丁刺一同作战的父亲 看到他谍化 立刻转过了身 这也就交给你了 我去帮其他人 你已经是秋道第十六代家主了 作为秋道一族的组长 丁刺的父亲知道谍化意味着什么 儿子此刻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 最大的蝴蝶翅膀覆盖了整个战场 丁刺轻松打败阿斯玛扫清了海岸线 我来给这个战场画上句号 不过尽管他获得准影级的实力 但这在四战中已经不够用了 面对外道魔像这种级别的敌人时 叠化状态的丁刺也束手无策 任何在名人 佐助 以及其他忍者的共同努力下 用了两百多级的战斗 第四次人间大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战后内向的丁刺 出人意料地取了其他比的徒弟卡鲁伊 此女颇为颇辣 曾经抱走名人 可能在心情上可以和丁刺互补吧 而他们的女儿 叠点 也成为了博人传里 一个戏粉十足的重要角色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和观众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本视频和图文版 会在我的公众号中发布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和微博 我是四季萌芽 我们下期见